2月14号 这是疫情年的第二个西洋情人节 那么由于很多国家已经重新开放边境 我们今天也会报道到迎接国际的观光客 所以今年开始有一些重过情人节的氛围 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有花艺师提出最新的设计 那么这个花术不晓得您收到了没有 另外还有看到的是法国远近持民的生蚝 养殖业者成功培育出整个生蚝的外壳 是像一个heart的爱心形状 而这个独具一格的爱心形状外壳 得到米其林一心餐厅的青睐独家合作 成为情人节限定的料理 主厨把这个爱心的生蚝染成红心的红色 但是最讲究的是 如果不破坏这个心壳的形状 要怎么样烹调里面的生蚝 报道一开始就从这一个心壳一起看 捞起雪中的培育龙 里面可是渔夫的精心之作 一颗颗的生蚝哪里特殊了呢 仔细瞧这壳的外形就像一枚爱心 法国养殖业者朱诺特 靠多年经验培育出爱心生蚝 法国生蚝远近迟迷 在南部勒卡特经营生蚝养殖场的朱诺特 将这批现捞爱心生蚝 专送到岸上的米其林一心餐厅 亲自交给主厨 作为情人节限定食材 滚水烫个几秒钟 立刻放到冰水里面冷却 这个步骤可以让壳些微脱开 能保持爱心形状 不会在剥壳中破损 也能维持冷却鲜度 再将生蚝放进甜菜跟汁液中 上色后放回壳内 稍微点缀后就能上桌 知道爱心生蚝是情人节当天限定料理 让情侣或是夫妻 在美丽海景前用餐 更加浓情蜜意 情人节最传统的就是送上巧克力 搭配一大束玫瑰花 不过想来点不一样的人 今年也有别的选择 看似清新色调的捧花 拉近一看 这可是一把货真价实的蔬菜花束 有一朵朵白嫩的花椰菜 搭配白萝卜 还有玉米笋 番茄和球牙甘蓝装饰 这是源自一名香港花艺师的创意 经营有机农场的他希望借此推广健康有机蔬菜 也减少情人节送花造成的浪费 情人节这天不少厂商大赚甜蜜材 但有些业者脑筋动很快连前情人也不放过 位于英国东南部的赫姆斯利动物保护中心 发起任养蟑螂活动 只要在捐款页面以1.5英镑约合台币56块钱 就能有机会让园内饲养的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以你的前任男女朋友为名 原方目前收到的捐款命名公布栏 已经多达上百个名字 不过报复前任点到为止 规定只能附上名字不能有信誓 政治人物则不在此线 也有人想以英国首相强森或美国前总统川普来命名 获选者在情人节这天会收到一张证书 通知你的前情人已经成为园中的一只蟑螂 原方强调一切都是趣味性质 目的款项也将投注在动物保育上 跟热和节日一样 业者莫不把握机会创造商机 让过节民众好好享受这一天的初衷与精神 TVBS新闻综合报道